流于庆 流于庆 风雨恩日 庆历六年春 庆国内部纷争四起 各方人马都在为立处决立 就在此时 曾一手推动庆国崛起的神秘女子 叶青梅暗头书信一封 内藏玄机 引众人聚首 破解机密 余年有幸 与君相逢 王牌对王牌今晚欢乐奉献 庆余年后转 欢迎我们的王牌家族 自己退回来吧 大支作响啊 这轮野 把他和他影子摆好 不 这么大包袱就这么给我 我有一个打手他叫影子 他就是一个瓶瓶吗 找了块塑料瓶剪了个形 你这出场已经有了 你全面还挂在身上 接下来呢 欢迎庆余年剧组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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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群大宝贝啊 有没有人吓死我 去 去 去 你是神仙派来的吗 你选的路自己喜欢就好 我会陪给你 生死是小 夫人是否同意是大 现在全京都带字归中的小姐 都是你的书迷 天天送东西给我 求更新 在下京都头牌斯莉莉 几位姑娘 可否与小生共吹排酒 家里腾哥 你们不觉得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 你手上这个手机怎么感觉不一样 颜色五彩斑斓的 好像雨后的彩虹 腾哥你要不要也摸一下下 哇 怎么回事 之前为什么不拿这么质感好的 刚出的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容易掉掉地上了 哪 哎呦 这个梦沙这么滑溜 又滑溜又趁手 X30系列5G手机的新配色红影 哇特别特别的棒 今天告诉大家正式开售了 我呢了解你们今天的来意 每个人来到咱们这儿啊都是为了叶青梅来的 今天咱们就是要来找找他的终极秘密 据说终极秘密就在他的箱子里头 嗯 问一下 小汉公子啊 哎 我们今天寻找这个密码的线索 你觉得该从何着手啊 那要是跟我娘有关系的话 就先从我们范府查起吧 拍的更远是实力六十倍变焦黑科技 终极微博王牌时刻 接下来呢 马上一起去范府看一看喽 到了少爷 哦 这儿就是范府 哎呀我 咱爹呢 嗯 想说说啥呀 谁 小折子啊 果真啊 声里慌张的 称何地统 爹 嗯 找为父 何事啊 等紧了 回父亲大人 不起 平平兄 鸡腿姑娘 一眼就认出我是鸡腿姑娘 哎 爹 我们来找你呢 是我娘留下一个箱子 但是我们呢 不知道密码 无法将其打开 不知道您可否有线索 这个我一直珍藏着 你娘的一幅画 上头呢 还有你娘亲笔写的诗 这画作呢啊 最是能够表达意境 只要能够准确表达 羽翼的队伍呢 才有资格得到这幅画 所以呢 本官的考验呢 就是 你比划 我猜 太好了 这铺垫那么长 还是这个游戏 哎呀 意想不到呢 第一轮马上开始啊 因为王牌加速队人数较少呢 所以曙光老师就加入王牌队啊 一会儿要看您的表现和发挥 腾哥 你这做着好表演吗 你这 先看视题而见 哈哈哈哈 花花怎么猜呢 这也是个问题 哈哈哈哈 我就忙猜嘛 啊 演的这么演猜的那么猜 全是上肢运动 哈哈哈哈 啊 准备好了啊 第一轮 开始 请看题 快看啊 腾哥设计包袱了 在轮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站起来了 站起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呦 俩字俩字 牛 羊 羊 羊羊羊群 丹羊 人名 羊蜜 正确 哈哈哈哈 懂得羊 蜜蜂吗 蜜蜂 哈哈哈哈 哇 太厉害了 这样都可以猜出来吗 我这不是书读的多吗 哈哈哈哈 哈哈你看着这样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花花 花花 随手一打 哈哈哈哈 第二个 第二个 哎 俩字 都是人名俩 俩字 俩字 哎 嘿嘿嘿 就是羊 羊羊 羊躺 羊睡 哈哈 羊快 羊生 生羊 海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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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子 诚勸 羊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羊子 羊子 我发现若鱼跟得上腾哥的思维 对 不如公子我俩坐一起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一起看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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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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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 羊子 羊子 杨 你怎么还没看出 哈哈哈哈哈 对不起 对不起 猜得太快了 哈哈哈 你猜给你猜给你猜给你猜 gogg거 哥 哦他好聪明啊 梵高啊 切耳 一只耳 黑暴警长 一只耳 龙 还一个字一个字学就完了 他非要挑战一下自己 对非得 哥耳 王佳尔 王佳尔 腾个尔 正确 腾个尔 腾个尔是不是五中说的 周边他看不见他听得见你 虽然我瞎但我不傻 请王牌女郎费费用 Vivo X30系列5G手机 来记录下大家玩游戏的精彩瞬间 我这个太长了 这不是人名了 十个字 看天 陪你去菜流行语 黄河之水天上来 哇 若云你 你看 这还 十个字还差一点点 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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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 正确 哇 这个 这个 好赞 七个字 这是 伸展运动第一节 哈哈哈哈哈哈 军要陈死 陈不得不死 给你说数学不行 这是七个字吗 你算算再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瞎猜嘛 猜完以后再说 哈哈哈哈 抓紧来 最后十秒 这一轮最终的结果是 双方打拼 这一轮最终的结果是 双方打拼 这一轮最终的结果是 院长 院长你的轮椅 你轮椅吧 哈哈哈哈 万一谁还用呢 哈哈哈哈 来第二轮啊 若云比划李淳和麒麟 来猜小童和腾哥截胡 走 哎 哎你俩为啥坐下边 小童眼睛不好 哎 花花都那样 人都没说往前走 花花坐哪有区别吗 哈哈 来第二轮准备好了啊 挑战开始 下雨 下听 先几个字先说啊 俩字 招数 下招 武术 人啊 人啊 人 下雨 不是 干嘛 马景涛 哈哈哈哈 夜 刘夜 他在说那个为什么 夜 夜 问 这去 这这就夜了 这就夜了 落夜 还是人名啊 几个字哥 大字 霍元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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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吗 忙猜了 哈哈哈 这不能算 不能算 什么不算 你这不能算 你这边不能你就猜的 我猜的夜晚完了 肯定还是武术这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咋不是李连杰呢 那我就猜的嘛 霍元甲 那都猜中了嘛 行行行行行 腾哥拥有着黄钢蹄褲啊 来继续啊 李李李 李小龙 扔 小李背刀 正确 腾哥你今天状态可以 自从腿脚不灵界之后 闹关好使了 堵一头就得开一头 这怎么就能小李背刀 我对他的肢体员 他产生怀疑 不是你跟谁一波呢你 你是不是得顾忌一下我们 这 叫你小贤贤好不好 这个称呼 太恶心了 一 修 低矮 萌 麦萌 几个字 萨萌达 萌那利 张萌 萨字 小范贤 萌小贤 萌小贤 非常接近 你一个字一字 第一个字是啥 小小 第二个字呢 小范贤 接近了 小范 小范 小范往 小范切 小范蹲 小范范 小范范 小 小范 小范 咱俩 猪 范思哲 范思哲 跟猪有什么关系 不能这么猜 咱俩兄弟 猪队友 人名 你们猜的都是个啥 人名 剩猪的 猪 啥字猪 猪 猪葛亮 正确 这跟葛亮有什么关系 哥俩就是 猪哥俩 哥俩的谐音 对 哈哈哈哈 就是小范 你别老来的迹象的 你来个迹象的 就不就 你演那么远 把邻居演了一个遍 我天哪 哈哈哈哈 出现字多的了啊 注意啊 十个字 温流到海不复回 圆圆相报何时了 天 天王开地虎 宝塔正和妖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哈哈哈哈 随便说 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 天不寡风 天不下雨 天上有太阳 分流到海不复回 我不是 与左往明月 低头四股香 几点了 与威妖明月 对影成三人 当我们拆十遍 还拆不出来的时候 你这换一种眼法好不好 一直在重复着这个 你一个字 拆开字好不好 第一个字来 十个字呢 我累不累啊 我们拆仨就会了 没准 第一个字是什么 天 上 天 睡 对 不知天上宫阙 不是 军夕是何年 我欲成风归去 又恐终于 此时古参圈 带圆长有千里 共参圈 全念完就有了 是吗 明月几十有 八九问苍天 八九问青天 吃了文化的亏 八九问苍天 我是得问苍天了 怎么回事 这什么队友 这轮结束 王牌队胜 行了 就这样吧 谢谢 谢谢贤弟贤妹 谢谢 谢谢 你别欺负我 我讨厌你 郭其林有可能是 来的嘉宾里 最惨的一些 太惨了 这不是我演的有问题 你看吃了文化水平的亏 第三轮 腾哥 贾铃 比划 是怎么呢 我推着你的轮椅 比划 花花 小童猜 宋艺 麒麟 截胡 这是个宝地 没问题 我现在绝对赢了 只要不是 若云 比划 我都能猜出来 这是和男女情感相关的词 四个字 一见钟情 我不是 哥 我演男的吧 咱家说一遍 我跟我哥之间 我演男的 他演女的 眉目传情 住上的鸟儿成双队 牛郎之女 正确 京都第一彩女 京都第一彩女 这个我不干 你不是一直想演男的吗 是因为你总演女的 来了 又开始了 六个字 出发现被媳妇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回来吧 回来 我还演女的 你还演女的 还演女的 说好了 五个字 文基 第五 文基 第五 美女野兽 赵小圈 谁猜一个 谁猜一个 承着 居然敢往那儿猜 那肯定是往那儿猜 我先猜出那野兽 后来忍痛说了一句美女 六个字 我们俩演这个状态 俩演出铁面 梁山博 驻英台 罗米欧 朱丽叶 打情慢笑 河东施吼 打是金马山爱 不会是这个吧 母夜是孙二娘 类似 我的野蛮女友 正确 你这么厉害了 现在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确实是我们把那个卧子 给喂出来 对 养出来了 这个怎么演 四个字 两只什么小蜜蜂 两只蝴蝶 什么 什么 什么呀 所以我演的是后边那个 什么 花花记得啊 腾哥演的这是什么 这该不会是龙吧 记得 记得 记得啊 龙飞凤舞 龙飞凤舞 双龙细珠 对 他是双龙 我是细珠 这个 有四个字 这是什么 什么 出来了皮卡丘 是什么呀这是 不要拖地啊 不要爬啊 哎呀呀 太久了吧 干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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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是什么 这是谁啊 这三个招 没想起来 他是谁 三个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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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跟你玩了 我知道了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腾哥 你站这儿我给你顶出去 我知道 向羽 向羽 向羽鱼姬 正确 向羽鱼姬 哎呀 太烦了 这很好演 五个字啊 来吧 你去下边吧 很容易答啊 看谁抢的快了 我觉得一眼就能猜出来 泰坦尼克号 泰坦尼克号 花花最快 就说吧 看谁嘴快 说相声的嘴还慢给来唱歌的 怎么回事 主持人不要杀个人 巧不理解 八个字 怎么来说 这是八个字啊 就是八个字啊 相装舞剑意在佩工 不是 我是 我是一个 你是一个 杀人 花心喜地七仙女 花花花 这是什么 不是那个 我俩一人演一句啊 我是 牛 牛 这是牛 虎拉圈 咱们要不要换一下 好好好 第一个字啊 姚 姚 姚乔淑女 君子好球 正确 哈哈哈哈 我在这演姚乔淑女 君哥演 哈哈哈哈 哦 这是好球啊 哈哈哈哈 我已经抽筋了 最后一题啊 哈哈哈哈哈 咚 常投 常投吵架 常委和正确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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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跟张若云是不和呀 哈哈哈哈 把它们看出来了 哈哈哈哈 这轮青鱼年队活热 行了 最后一轮是 圆辅导在线教育答题时间 这轮若云和李庆比划 甜于麒麟来猜 这把可是张若云比划 完了 太肺脑细胞了 开始 六个 一人演一个 俩人说明 虎叉 虎叉 唱歌 乐队 唱歌 唱舞 他真的不好猜 老虎 虎加虎也没 你沿着那个方向猜 就是他演的要么是前戏 要么是邻居 要么 哈哈哈哈 啊 躺 呃 唐湖 唐虎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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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字啊 手起刀落 不是 哦 杨博小龙女 哈哈哈哈 不是 嗨啊 低个字 啊 俩字 不是 四个字 手 手起刀落 哦 不对 嗨 我们俩在干嘛 我提示一下啊 这纯是眼的问题 断 断 一刀两断 一刀两断 这样去 真难猜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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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呢 咱们自己打气 我好想跟腾哥演 像鱼鸡 你们那个腾哥的包袱呢 腾哥的包袱呢 是那个影子吗 把腾哥的影子摆好 不 我这么大包袱 这这么贵 对 几个字 四个字 形影不理 如影随形 优胜 四个字 分道扬镳 分道扬镳 不是 一排两三 背道而驰 南远美哲 分手快乐 哈哈哈 往前 快快快跑啊 热奔东西 对了 我终于打退了一个 我打退了一个 编了半天 终于编对了一个 四个字 四个字 意见不合 和好如初 生气了 生气怎么回事 反正走 床头吵架 团尾和 是 最后三十秒 头发 是 猫 不对 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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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神离 哈哈哈 这轮 庆余年队赦又赢了 耶 亲兄弟 哎 情比金金 这个环节呢 获胜的是我们的 庆余年队 哦 恭喜庆余年队 获得一幅画作 哦 我 仔细看字 看字 看一下 写什么了 毕竟西湖六月 中风光不雨 随时时 接天连夜 无穷必应 何华别样红 庚子年三月初九 一会儿可以统一 对各条线索进行分析啊 今天呢非常难得啊 庆余年那么多经典的角色 齐聚一堂 两队为大家准备了 非常精彩的才艺表演 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舞竹 华晨宇和张若云一起带来表演 开门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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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个月亮 就是个月亮 并不是滴上霜 那滴上花瓣 看完了就完 没必要再联想 什么秋水 怎么望穿 什么灯火 怎么阑珊 什么风景 就算盼看 何必要拐弯 当爱人就见山 我见山就是山 本来就很简单 不找自己麻烦 痛就痛 伤就伤 试试说感情会尊关 关灯 点了灯就黑暗 关了灯就灰暗 谁获得不来放 哪里来的淡淡 去就绝 伤就散 谁总说不准莫平浪 随便 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无复回 请 军不见高唐明镜 飞白发 照顾青丝 目成雪 当日人生得意 此心欢 或是庆尊 通对月 天生我才 就底下肉肉 天之三尽 我 我 我 天的灯就会亮 晚了灯就会暗 谁过的不来烦 那里来的感叹 去就去 三就三 谁诉说 独自莫平安 随便 我 感谢花花和张若云带来的歌曲和诗歌 完美结合的演绎 接下来如果我们要寻找进一步的线索 我们该去哪里呢 那我们就去北齐皇宫吧 拍得更远是实力 六十倍变焦黑科技 Vivo王牌时刻 各位接下来一起出发 北齐皇宫 各位旅客朋友们 北齐已经到了 范贤 身负国难 沙光南庆人 沈大人 你不是已经回南庆了吗 怎么又来我北齐了 是因为我家公子的先母 曾经在这里 留下了一个账本 而这个账本呢 里面可能会有这个密码的线索 所以先请您 把内裤的账本 给我们瞧一瞧 看一看 荒唐 这账本是我们北齐的命根 怎么能交给你们呢 皇上驾到 皇上都来了 好 外臣范贤 见过北齐皇帝陛下 朕已知而等此番来音 只是这内裤账本啊 确实是我大齐命脉 不能这么轻易就给了你们 是的 你们就要通过一个考验 好 什么考验 我早已仰慕小贩大人 乃南庆诗仙 那今天呢 公众正好又有诗会 不如来一个拼音接龙如何 好 平平 平平 快 再坚持一会儿 再坚持一会儿 来了 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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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吗 我本身就不怎么好嫁 再拖着你 我愿寻得一良人 若非良人 我宁死不嫁 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公平起见 公平起见 因为人数现在两堆是不均等的 二位就加入王牌队当中 我们一起来参与夏日 欢迎我 好的 好的 在整个游戏环节过程当中 请王牌女郎沸沸 用Vivo X30系列5G手机 来记录下大家玩游戏的精彩瞬间 游戏规则 两队根据体板上所给的 拼音缩写 依次进行抢答 答错或接不上的一队 接受惩罚 来 C位 不是 这轮椅你怎么抢 我近点吧 你把我椅子放这儿 脚在上面就可以 可以 我这样就算抢着了 可以了 来 请王牌女郎沸沸 把第一轮的题目拿到台上来 屁屁屁 屁屁屁是什么 啪啪啪 啪啪啪是什么 这个读嘚嘚嘚 嘚嘚嘚嘚 正着拿不行 用叻叻叻造词 打电动 滴答滴 都可以 好的 谢谢菲菲 给我们开始吧 叩叩叩 叩叩叩 好的 这是可以的 用叩叩叩何 超多的 滴滴滴 滴滴滴 大滴的 什么 大滴的 我错了 大滴的 你找萍萍跟你吵架了是不 你给你理论 大滴的你 什么东西 走 回来 别挂档了 挂豆挡 走 续上 续上 打豆挡 这可以 低调点 这是人话 这是人话 董弟弟 可以 董弟弟 这是人话 大 爹爹的 当爹爹 好 这道题到目前为止都在亲戚范围内产生 对 当爹爹 对 别荡走了 有几个 能荡吗 这玩儿 说什么 我说 没毛病 这坏上毛病 对 怎么了哥 去跟导演吵 走 三重肯定 凭什么自我门 庆余一年队继续 动得多 动得多 起来了 急死我了 我的腿怎么好 哈哈 董东东 哦 人名人名啊 多动动 起来多动动 说院长的多动动 可以可以 我都看不下去了 什么都呀 我说什么 慢点慢点 你衣服搅你了 下来 我再走两步就光芒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 看着点飞呀 哈哈哈 兜肚肚 哎 好 哎 这个背啥 兜肚肚怎么了 我是个孕妇 我兜我的肚肚 她可能觉得你兜不住 哈哈哈哈哈哈 还有那个点的多 哎 你看点点的多 这个得带表演的 大抖洞 大肚都可以 这个表演就多余了 这说出来也很明了 那个小白你干啥呢你在那儿 对啊 来 这样 必须说一个 这回我们互相点人说 来 不是 我早就看这个小白不舒服了 跟我穿一样的衣服 大白再来一个 大白先来 都答对 都答对 来 小白 小白 来一个 地大调 都懂得 说了 这么多人帮忙 身边这么多男子 我愿寻得一两人 地大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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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花花都竖起大五指来了 地大调 我递过来 地大调 地大调 没毛病 不能地大调 地大调 地大调 这就是你 这就是你 我该我了 刚没大队 大地斗 大地斗 不是该你还该我 该该你了姐 你刚刚不是被撕了吗 该我 我也不用你的 对 什么来着 大地斗 大地斗 这是我说的刚才是 我哥说的 对 你那个给你剪掉 这也太狠了 这也太狠了 继续轮到王牌队 我们没答对 大地斗 大地斗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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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真在上天游戏里面 哈哈哈哈 好 第一题 答题结束 答对更多的是王牌队 耶 来第二题啊 菲菲 看一下题目是什么 游戏升级了啊 游戏升级了 阿波刺刺 怎么玩 文质彬彬 白雪矮矮 升级勃勃 对 怒气冲冲 不要再说了 快点起说没了 别说了 想不起来了 谢谢 谢谢菲菲啊 我们先来吧 本歌这话一说 我就知道你想到了一个 欧阳娜娜 嗯 欧阳娜娜好 海棠朵朵 好厉害啊 哇哦 大雪飘飘 可以 可以 船水 哎 这个 场夜漫漫 驚奇烈烈 哎呀 哎呀好 波光灵灵 哎 这轮都显得特别有文化啊 哎 法网灰灰 说而漏漏 说而漏漏 说而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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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不行啊这个 还没说 你不能乱答呀 嗯 风度翩翩 哎 很符合你的气体 冷锅串串 哎 可以可以 哎呦呦呦呦 这个好冷锅串串好 马路边边 马路边 金光闪闪 哎 金光闪闪 總算有个正常的了 往后娘娘 可以 哈哈哈 哎呀这一说可能多了 哈 拜见娘娘 再见娘娘也行 后见娘娘 参见娘娘 娘娘得累 再见娘娘 熊猫滚滚 对啊 有一个叫滚滚熊猫 名词 你也滚滚 再来补一个 北风萧萧 你看这多好 这多好 鸡肠鹿鹿 想回事了 我又有一个 白衣飘飘 神经兮兮 信誓旦旦 谁来谁来谁来 咱们快点 该咱们了呀 我们的了 去去去 小东快去 韩晴默默 漂亮啊 神马东东 神马东东 现在标准很严格 混混不过去 真是 若云这是为了搞笑 不择手段 虎视眈眈 虎视眈眈 是宋眈眈 你再说一遍 是宋眈眈眈眈 不是不是吗 宋眈眈 太草山了 是宋眈眈 是 应该是 刚才一会儿过去了 继续啊 王牌队 继续 继续啊 错了 去 小东去 上 没了 上 小东喊着没了 往上冲 海绵宝宝 绝了 这我们这个年龄段啊 就是 雍和丽丽 大头儿子 小葱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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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风色色 来来来来 小白与大白之音的较量 想入飞飞 想入飞飞 桃花朵朵 大鸣鸣鸣 豪指夭夭 好 大白 仪表堂堂 颜值早早 只能算一个 只能算一个 颜值早早 好 显得有文化一些 仪表堂堂 到底谁才能得以良人 仪表堂堂 哇 怎么想出来的 大白 我爱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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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你们快 五 四 三 冷风收收 春风习习 不是你们俩大白小白的事吗 来来来来 你们俩大黑小黑也没关系 刚才说什么 春风习习 秋风习习 秋风色色 秋风色色 春风习习 东 东可以说 大雪飘飘 大雪飘飘 说了 说了 大雪飘飘 说了 说了 北风笑笑都说了 白雪爱哀哀都说了 白雪爱哀都说了 冬天不剩啥了 水流罚坏 水流罚坏 夏天快有啥呀 可可你说出来过一个没有 对方说了多少个了 还是白白吧 还是白白 这样这样 你们俩我跟你讲 你们这样对批 再批下去呢 批不出来 你们俩单独玩一个成语接龙 首次接对方的尾字 诶 你 你敢打老师 混蛋 在我梦里 还能让你把我给欺负了吗 干啥 看着啊 谁 你到底什么人呢你 你马上就知道 宣伤啊 一对一啊 一对一啊 事关两位男子的荣耀 荣丸 腾哥先来吧 你先说第一个成语 记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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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哥 记性的 没有 天天向上 尚未可知 知疗很多 多多亦善 善语很多 没问题了 没问题 这样我有点 多多少少 多多少少 少 少少少多多 少少离家 少少离家 家庭作业 白 白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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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不 家庭作业在咱们那儿 已经都算成语了 给了个机会 没有好好把握住 给了个机会 这题获胜的青鱼年队 对了 主要怪在最后 大黑一败出笔 对 好 下一趴 各位设备更新了 玩法也升级了 听一下游戏的规则 两队呢 要根据大屏所给出的 拼音缩写 来造句 谁面前那个手弹起来了 谁就一定要做答 答不出或答错 就接受惩罚 明白了吗 请看大屏幕 花花 我的 腿很长 这是小童的答案才对 我帮我零想了一道 我不想听 我半天我就在想 我怎么避开你说的那个答案 我不 我不 什么答案 我的天 还吃 还好 绝了 绝了 假灵 你 你边上的那晚上还能生宴回家 我的嘴很 武当 我就不说那个 武当 武当口 口不对啊 我的头 我的头好长 谁是长头啊 我的头好沉 接在姐姐后面 显得姐姐思维特别的凝固 我 我等趟火车 可以 可以 非常好 非常好 若鱼 我弟他 你弟还不错 你弟还不错 我弟他他好丑 弟弟做了什么 我 我等 我等 我等太 太 太 我等太好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的糖好吃 哎对我 我 我的糖好吃 行行 哦 可以啊 这还可以 我的糖好吃 我的糖好吃 好 腾哥 我的糖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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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天井人 烫山人 我 我 我 你也可以不是我的 你也可以想想别的词吗 对吧 可以可以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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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题好菜 哎 哎 哈哈哈哈 哎 我答题好菜 哈哈哈哈 可以 换词了 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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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斯 克 沈 沈腾 沈腾 要打算 一打 三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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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腾一打四 沈腾一打十 沈腾一打死 一打就死 一打就死 也行 不仅打 啊 啊 沈腾 一 一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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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了一对三是吧 沈腾一对四 哈哈哈哈 笑不起 哈哈哈哈 呃 呃 唐 上唐 要抖擞 上唐要抖擞 上唐要抖擞 好 哦 哦 牙医们精神好的那个感觉 花花 沈腾有点帅 哎 哦 花花这个说得好啊 倒不是说对我的评价 我就是觉得智慧 还有最后一题啊 继续看题 夏琳 以后是北京 啊 那现在是哪儿呢 之前是北平 哦 我我现在在杭州 以后呢以后是北京嘛 算了 这就算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尤合 三杯鸡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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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杯鸡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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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瑞宇 我这个得带Ruff了 Ruff啊 要还是北京 哦 要 还是北京 还是北京 夏琳 那我这个带人物性格的 要还是北京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我也那 哎 不错 我觉得不错呀 那你这里是 哈哈 又喝是北京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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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花 又喝上北京 野火烧不尽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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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花花 哇 又喝上北京 你看看花花想学工具多扎实 哈哈哈哈哈哈 大比分 获胜的是王牌家族队 输了的队伍要接受一个惩罚 这个惩罚的方式是 在这期节目播出的当天 你们要发一个视频微博 内容是什么呢 用古代人的方式 做一件现代特别洋气的事 同学娘子玩电脑 对 这轮王牌队获胜了 我们将获得一个线索 这个线索呢 就是那个特别重要的账本 假账本 简单瞄一下 不要透露更多的信息给对方 写得非常清晰 明白了 明白了 接下来有请 掌公主关晓彤 斯莉莉莉淳 带来舞蹈 《红招院》 品投 Sauce Re geldi Ina Gilau 我手中都靠在山话 刀锋前转往眼枕花 生命宽宾搭 使酒怕破除人家 春风绕过分首红砂 刺绣增他 背部钢劣你座庄家 红岸诺沙 沾上白发 被装酒闭划 眼熟风雅 心意怒骂 也不过一刹那 那边疏落 而是眼下莫测变化 可全山海 转身从容检查 你一生长 从这一段过往 将心情都流放 可从那些荒唐 才记得你的国药 你一生长 随你明知两好 欢迎你暗扛 偏向那种沧桑 你还在我的心上 你一生长 从这一段过往 将心情都流放 可从那些荒唐 才记得你的国药 你一生长 随你明知两好 欢迎你暗扛 偏小的钟沧桑 你还在我的心上 感谢两队的舞蹈担当 带来的精彩表演 接下来 小范大人 接下来咱们该去哪儿找线索 小范大人感情是个导游啊 好 那就去检查院看看 有没有遗漏的线索 走着 开得更远是实力 又是被变焦黑科技 微博王派时刻 各位 我们一起去往检查院 朋友们 这就是我们南庆著名的风景名声 检查院 王大人介绍一下 这门怎么还关上了 就是啊 我院长陈萍萍回来了 竟然把门还关着 什么意思 二皇子 你怎么在这儿 犯贤 殿下找我有事 现在这个父皇 已经让我接着往这个检查院了 现在检查院的一切都是由我控制 你 陈萍萍 你的影子大人 和你的库存一百件的轮椅 已经都是我的了 什么 范贤 你不是想要点什么线索吗 看这个眼熟吗 大人身边的傅伟林是 他该做出补偿 还有这第二件 这又是什么 平时就在观察您的手 尺寸都在心里量好了 好 我喜欢 还有这第三件 你小贩大人的 腰牌 其中的线索都在这个盒子里面 如果你们想要得到这些线索的话 就要用你们的演技来征服我 所以接下来的环节就是 演技小剧场 游戏规则 游戏规则 本期庆余年小剧场 要求王牌家族和嘉宾队 根据指定要求 花式演绎 庆余年中的经典桥段 不如吐着就习惯了 二皇子 第一题是什么 你出题吧 其实在《秦云年》里面 大家都很喜欢一个场景 是范贤和林婉儿 初次见面的那一个片段 对对对 因为在场 其实大家知道 还有一位林婉儿 就是坐在我旁边的贾玲姐 不是 还有一位是她 还有一位是她 所以接下来这个题呢就是 让贾玲姐用天津化的方式 来演绎一段 范贤跟林婉儿的初次相见 好啊 来呀 那先看一下原版吧 好吧 我这个人呢 从来不信神仙 如果真有神庙的话 麻烦你派个使者下来 跟我解释一下 这帅 你要是给我答案 我就给你个面子 信你一回 我问你个事 真漂亮 干嘛 你是刺客吗 应该不是 那你是神仙派来的吗 纯色是线耳良色的 应该也不是 对 是 好 片段看完了啊 贾玲 我给你加点难度行不行 行啊 Vivo X30系列5G手机 帮我在这个你的表演当中 给植入进去 六十倍变焦黑科技 我看你怎么把它玩转 行 来来来 若云帮忙搭一箱戏 谢谢 我这个人呢 从来也不信神仙 但是反正我也不知道 自己怎么来到这个世上的 如果真有神妙的话 麻烦你派个使者下来一下 你要是给我答案 我就给你个面子 信你一回 时速报销 你考虑一下 你是刺客吗 应该不是吧 那你是神仙派来的吗 那你是神仙派来的吗 你怎么知道啊 是神仙 不是 你这次要敢骂呀 爸 我很不容易在里边 弹火箭饼 睡会儿觉 你不是要抢我的痴的吧 你放心 我不会 你冷漠了 你冷漠了 没事 吐着吐着就习惯了 吐着吐着就吐习惯了 那就行 戒我得给你造下来 我戒可是个好东西啊 威武X30系列 无这首级 拍照六十倍边角 可以拍得特别圆 特别清晰 不信的话 你站那儿别动 姐爷们怎么看着不像好音呢 拜拜了您妹 别想回来回来回来 我给你们主持公道啊 哪儿来的声音 哪儿来的声音 让我用六十倍边角 来看看这个音 你放心 我拍照的技术很好的 尤其我用了 背包X30系列的无这首级 好 不错 太棒了 我拍照技术真是一般 但是这个手机好 相当清楚 相当帅 拍到了她的大眼睛 真的啊 我们看 非常清晰 隔那么远 六十倍啊 六十倍 贾玲这已经是第二次 演鸡腿姑娘了 对不对 就是这一次吧 我感觉自己走入了内心 就是 你拍战争片的时候 还走些是吧 没有没有 因为实在get不到 就是正版鸡腿姑娘的精髓 这可是贾玲今天晚上 第一次承认自己是盗版啊 来李清元婉先来一个 来来来 李清 怎么演 跟腾哥吗 跟腾哥有点意思 跟腾哥有点意思 来一个腾哥 你演一个范贤 就是 范贤多好啊 小贤贤 不是 人还排二呢 万一真找我来了 找你 你一会儿可能也会成我 腾哥我跟你演一遍吧 哎呦你看看 快点 我这 这大长词 他都背好几年了 我就 你就从 发出声音开始 那什么 我发出声音开始 对 还 拉着手了这是 做做拍演法 炸死了炸死了 不行 不行 不用看 腾哥 下刀 滑一泪血 进去了 你照照相去了 你出来出来 完了 姑娘 你不是刺客吧 应该不是 那 你不是天仙派来的神仙吧 心里的话说出来了 你不是神仙派来的吧 应该也不是 那你是 我们做姐妹吧 好啊 好 咱们重新演绎庆余年的下一题 端端出题吧 好 下一题就是考一下大家的即兴表演 在剧中的林婉儿跟斯里里都是半弦的红颜知己 但是他们在剧中的并没有太多的交集 那如果让斯里里和林婉儿有一场交集的话 那他们会发生什么样的争执呢 那么就由王牌家族跟我们秦云年家族的两位做一个比赛 范贤在吗 你是 林婉儿 你 不好意思啊 弄你一身水 你就是斯里里吧 范贤来到北齐一直就在你这儿住着 今天我要把她带回去 恐怕你带不走她 其实我跟范贤呢 已经私定终身了 跟你私定终身 范贤怎么可能爱上你这个花街柳巷的女人 看 这 这是什么 认识她吗 这是范贤她娘的玉佩 这是她最珍贵的东西 怎么会在你身上 我喜欢呀 所以她就送我了 这是我和她的丁情幸福 撒谎 她说过 她的心里装不下别人 她要跟我去流浪 永远跟我在一起 你走吧 她跟我说了 不希望你再找她了 好 如果你真的爱她 就请好好对她 范贤 范贤 你拜托我的事 我也都已经做了 她永远不会知道 你已经不再认识了 我知道 你想让她把你忘记 但我更知道 她永远不会忘记你 有你在 你会护着我的 等我从北极回来 咱们就撑起 这儿第二季的不行啊 真好 很简单的两句话 展现了演员 深厚的表演功底 我们来看看二皇子 最后一题要出个什么题目给大家 这道题准备给若云出哈 没有 因为在我们的戏中 还有一位非常优秀的一位演员 她在剧中跟若云从来没有过对手戏 所以今天把她请到现场来 想让她跟若云演一段戏 那我们就把这位 要和若云搭戏的神秘演员 请到台上来 好 大家好 我是小范贤喊奥林 老师 您不是中毒了 而是您舞得太狠 气血旺盛 小贤贤 欢迎 导演喊埃克森你就开始好吗 行 埃克森 这要给我导演饮 准备好 我们随时开始好吗 三 二 一 开始 你 你是谁 你是在我家院子里 这 这不是小时候的我吗 我 我又 错乱了 你是谁 我是未来的你 我是范贤 未来的我 对啊 我是 五岁的时候 你把奶奶最喜欢的金礼 做成水煮鱼了 为此挨了一顿毒打 到现在屁股上有一疤 还有 《红楼不是你写的》 是曹雪芹先生写的 最重要的是 你不属于这个世界 看来你真是我 那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说 未来的我是怎么长残呢 咱能不提长相这事吗 那我问你 我们的梦想实现了吗 有的有 有的没有 对不起啊 我没能做到一世快活 人这一世啊 本来就有许多苦恼 理解 过来 我爱热闹 长大后的我 有很多朋友吗 不多 最好的朋友 也因我而死 唐紫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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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曾经历世一声坦道 你做到了吗 没有 我欺骗了我此生 最爱的那个人 林果 不是我杀的 如果将来给他 我希望你们为他坦诚一点 我会的 这么多年了 有母亲的消息吗 有 那 母亲她去干什么了 去了哪 母亲她 她 已经过世了 你骗我 她在信里面提到 要接我走了 她信里面就这么说的 说 儿子 遍到我 她都没有了 对了 没有 对了 已经上了 你了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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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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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陪着你长大 看着你结婚 生子 你知道吗 妈妈曾经无数次幻想过 你长大后的样子 是不是 玉树临风 一表堂堂 我不求你能做出多大的事业 我只求你能够一生无忧 快乐幸福 有个安稳的家 有个爱你的人 他明明就是这么说的 别难过了 既然母亲希望我们幸福 那她肯定不希望看到我们难过的样子 我们不应该辜负她 对吗 对 非常感动 演得真的很好 很好 诚哥觉得在哪一刻特别感动 我是看到站到十对上 没错 我说从那一边高的时候 对 那个点 突然就进去了 没错 谢谢 非常好 我跟诚哥也是一样的点 就是好像站起来到一块的时候 我觉得摔一下觉得是对未来也好 对过去也好 在找自己又在迷失中 反正会很感动 谢谢 太好了 我们让关主来评判一下吧 这一轮你要把最终的线索给到哪支队伍 因为 浩琳 所以我要把这个线索给到我们青鱼年组 给的是对的 还有线索 值 值这个线 值值值值值 心服口服 好 那我们就恭喜这个青鱼年队获得了本轮的线索 恭喜恭喜恭喜 青鱼年热播之后啊 很多观众和我一样啊 都一直在期待的第二部什么时候来 今天两队精心准备了青鱼年后转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大人 脚滑了一下 大人 您这半夜三经的让我到您府上 去拿这行李这是做肾的 老王你先别管这个 你拿行李的时候没惊动我爸妈吧 二老睡得肾时安稳 我给二老服用的那安眠药 药力十足啊 这是我让你给我拿行李 你怎么给我爹娘下药啊 这是大人托付我之事啊 大人 您让我去拿着包袱 这是做肾哪 今天我跟婉儿约好了一起私奔 千万不能让任何人发现啊 所以待会儿你得帮我守在外边 王某义不容辞 走吧 走吧 婉儿 婉儿 我来了 是谁在唤我 你好 麻烦帮我找一下婉儿 你认不出我了吗 我就是你的婉儿啊 那我问你 咱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送我的信物是什么 是鸡腿 薰奥尔良的 你真的是我的婉儿 婉儿 这才一个月不见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别提了 还不是因为你 自从咱俩上个月分别以来 我每天都在思念你 连饭都吃不下去了 只能顿顿吃鸡腿 婉儿 没有想到你被我承受了这么多 那咱们现在就离开这儿 好 走 且慢 站住 你们俩现在可不能走 这位是咱老弟吧 对啊 这是我弟弟范思哲 你好 我是阿奇 Nice to meet you 这位是林婉儿 哦 我知道了 林姨 你怎么知道我是煞动林姨人啊 哪个林姨啊 你们是不是叫私奔 你怎么知道的 这爹娘平时都十一点多才睡觉 今儿怎么这么早就睡了 你当我是傻子啊 会不会是这个季节容易犯困的 那也不能下午三点就睡啊 那有没有可能是在倒时差呢 帮帮帮帮跟这儿废话啊 反正你走无所谓 他不能走 什么 我现在那书铺就等着他那书 我赶紧卖我好赚钱 行行行行 我知道了你不就是要钱吗 对 这么的这么 这样这样这样老弟 我觉得啊 你总卖书也不是个办法 给你找一个快速挣钱的办法如何 那正好你说我听听 你卖书不如自己说书 你找个台子上去自己说 这听这是个好招啊 不行 我这人我怯场 怯场 人一多我害怕 我一个人不敢呢 你一个人不敢 这样 你在旁边再找一个人 站在你的左边 然后你就这样一对一对的 组于一个团队 然后去北齐巡演 这可好啊这个 是不是 我旁边等我找个这个人叫彭根 好那你说 我们这个团队叫什么名好啊 你们这个团队啊 你看啊 你一个说书的 就爱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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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观众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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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如就叫 德云舍 德云舍 好 这个名字也好 但是我不行 我还是得考虑考虑 还考虑什么呀 我怕有风险 这个买卖你不做 你爸就做了 谢林怡 以后你就叫我德云女孩吧 以后你只能是若云女孩了 你赶紧带我走吧 我怕她反悔 咱这就走 范公子 你是刺客吗 应该不是 那你是 神仙派来的吗 应该也不是 我觉得你是 范公子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鸡腿姑娘 我是羊腿姑娘 自从昔日一别 我对你甚是思念 二位打扰一下 这还有个人呢 想必你不知道 我们俩是什么关系吧 我是跟你儿子 真心相爱的 我是跟您儿子真心相爱的 您就成全我们吧 伯母 伯母 这是什么眼神 有什么不对吗 实话告诉你吧 我就是她的鸡腿姑娘 范贤事已至此 我认为你应该像一个男人一样 在鸡腿和羊腿之间做一个选择 选谁 你就走到谁的面前 行 那我就选了 不是 不是 我觉得这样做太草率 其实我觉得你把这事弄复杂了 对对对 我就直接选一个羊腿姑娘 不是 不是 你喜欢羊腿你早跟我说呀 我也可以为了你天天吃羊腿的 你怎么还不明白呢 不管是鸡腿姑娘还是羊腿姑娘 它不是腿的问题 它是姑娘的问题 行 但是咱俩说出去的时候 你得说是我不要的你 要不然我一点面子都没有 好不好 这样 咱们统一口径了是吧 没事是 我赶紧去找我那个管家 你一会儿他也有人了 看来 我也只能跟你私奔了 路上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 你愿意吗 我愿意 谢谢 谢谢 各位精彩的演出 安慰一下 安慰一下 谢谢王牌家族的助力 谢谢 同时呢 把整个庆域年剧组今天到场的各位 都请到舞台上来 这部剧啊 真的是太火了 而且大家统一觉得 这部剧啊 选角非常非常强 就是选出来 你就觉得这个人 他真的就该演这个角色 你比如说这大小范贤吧 小范贤呢 来来来到这儿来到这儿来 到长大后的你身边来 你们俩呀 就是看着也像 神态也像 演起来都像 你是怎么才能找到你若云哥哥的精髓在哪儿的呢 不是听说你演之前也看过若云哥哥演的戏吗 你要找很多神态 对 都找了些他哪些很有代表性的神态 大小眼 对 大小眼 大小眼 学一个 看见我的时候 初见的时候 那个眼神 我真的觉得浩玲演戏特别好 从咱们演员的诞生这个舞台上 当了主演之后 就被徐正导演发现了 然后在我和我的祖国里有非常精彩的表演 以后有空多来 好的 这是咱们庆余年剧组第一次人剧的那么齐 咱们栏目组呢 也给大家伙啊 准备了这部剧的一些热搜话题 要和所有人一起来讨论讨论 真的 来 把这个话题拿上来 榜一 范贤 被骑 插骑 范贤 嚼着 真帅啊 真是 真帅 人家人风打 人家人风打 下一位 酷 帅 帅 帅 可以可以 帅 帅的又 帅的一塌糊涂啊 这场戏拍起来感觉怎么样 当时 吓死了我了 因为那天天有点阴 刚才大家也看着风有点大 远远看着就有一块乌云 向我们飘过来了 然后我站得那么高 我还举着个旗 转个鼻雷针 我转个鼻雷针 我就一直在那儿 快快快快 快点拍完 帮我下去别劈死我 上来被砍的那个 虎啸英赵哲林 那个是咱们五行兄弟 他在旁边安慰我 说哥没事 雷不劈好人 那完了 那完了 这范家大哥范贤呀 族里边 对大家伙怎么样啊 这到底 他呀 好好好 送肉 对 他经常买吃的给我们 涮羊肉啊 烤乳猪 大汉堡 自己摊煎饼 我有一次若银还给我 送了两片药 救了我的命了 去那个云南拍戏 不是稍微有点海拔吗 卸这头套的时候 进风了 当时已经睡不着了 半夜一点了 我给若银 我说实在不行了 完了就救了命了 第二天才能拍的戏 主要是怕您耽误进度 得起啊 起 起来 起来 起 看看下一个热搜市 鸡腿姑娘 七余年正在播的时候 很多路人一看见就是 鸡腿姐姐 所以我觉得大家好像 这个对这个名字 就出圈了 因为他出场的时候 需要嘴上有一点油嘛 所以比较特殊的一个方式 就是用鸡腿的油补装 这个油的这种感觉 是唇彩可能 达不到那个效果 最多一场戏 这样下来大概 得啃多少个鸡腿 六七个是打底的吧 因为全景近景中景啊 是真吃呀 对呀 吃到小兔 真难为的 你是剧里面 是没有感情线的 我这样的人 不配拥有爱情 你不是喜欢 我那个闺蜜吗 那个就是我跟唐紫荆 我们俩跟那儿开玩笑 她这方面开销比较晚 是个感情的萌芽 现在都掉在前压里 对对 这个看着还不错 这位姑娘 暂且留步 可否与小生 共推排酒啊 到底是你想有感情线 还是范思哲这个角色 想有感情线 这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你明白吗 怎么个水到渠成 您就别跟这儿 人家还挺兴奋 您还怎么个水到渠成 不是 是这样的 这个人家都一对一对 成双入对的 咱说现在拍电视剧 不是为了有个感情戏吗 我要不会有感情戏 咱们就还说这样去了吧 是不是 反正那个没有什么感情 你知道吧 在第二季的这个原著当中 范思哲确实是跟一个姑娘 产生了些许的情愫 但是具体是谁呢 咱只能等着编剧去写 到时候才知道了 对 也很期待 生活当中 你会有什么样的 择偶标准吗 有啊 当然有标准不少呢 说说 长得漂亮得算吧 得算吧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就也不想告诉我们太多 到时候反正就知道了 等你公开的那一天 就跟现在有这事吗 没有 没有 你还有一条热搜也上榜 范思哲人肉计算器 是说你那段词对吧 对 十五天出一卷 那就是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两 到时候除去人工负面 就按三分算吧 那咱们也能拿 八千零六十四两的纯粒 暴力呀 范贤 本来那个剧本错了 对 是 你看这是我爸说的 那场戏就是 不能瞎说呀 这我一步一步算 因为我想 肯定世界上存在 跟我一样无聊的人 要把我这段台词 都算一遍 所以我算一遍 一看这数对不上 然后我就把词给改了 改完之后反正背下来 我打进组 前两天我就开始背这词 没想到到林沙青的时候 才让我演 那就背得很久了 滚瓜烂熟了就 所以才有了 这样一个热搜金词 好 看看下一个热搜是 撕里里哭 撕里里哭戏 他那场戏非常地重 两人就在马车上 就是谈心啊 然后撕里里把内心 很多就是不为人知的一些感受啊 都告诉范贤 两个人互相建立非常好的信任感 这个哭的就是肝肠存断 导演喊咔了的那会儿 你是可以瞬间 从这个情绪里面出来的吗 那不能不能 因为我觉得 一开始还是有点保留的 就是没觉得说 一定要哭到私心裂肺 然后后来导演跟我说 来一条那种 就是私心裂肺 哭出人生 但是情绪这种东西 就是你真的进去 肯定很难瞬间就说回来 因为我是拍古装戏 会比较多一些 这个私里里这个角色 和我以往的古装形象啊 内心啊 角色都会完全不一样 也是对我的一种挑战吧 我也是觉得自己学到了很多 我们今年年底 还要继续把二拍完 呈现给大家 所以其实我们对 新来临的剧本和人物 命运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我们也跟大家一样很期待 然后我们年底继续 很高兴 我刚才听到了就是 咱们还有下一步 这样的一个消息 年底会开机 开机就有盼头了 对不对 我们也拿 Vivo X30系列的5G手机 给咱们清余年的大家庭 来一张大合影 期待余年 与君重逢 如何才能解开叶青梅箱子的秘密呢 各位往上开 王牌剧组是花了大价钱的呢 这有啥大价钱 就把一个桌子倒过来了 这有密码锁 这是一个密码箱 接下来呢 两支队伍将会对各自获得的线索 进行具体的分析 依次尝试打开密码箱 我们的线索呢 这有这有刚才爹地画的那幅画 这是风光不语四十重是吧 对 西湖六六 这还有个四呢 六四五是零 三六九 六四零三九 那试试 六四零三九 我试试 我试试 这不行 不是这个 就是六四零三九 绝对的呀 是不是线索只在其中一个物件上 不可能画上有 箱子也有 不可能 是那箱子 算那个账本 算一算 是不是那箱子里头的 不论 四对吧 四个 四对 对 四二 对 俩耳朵应该是二 四二是两位数 差三 提斯 范贤 这号不写一范贤 就是范贤有什么数字呀 关于你的事我生日 小 是不是四二八 九六七六八 对了 这是什么 是哪一个 四二二八二四 箱子 可以 亲娘的遗物 还得是范贤来开呀 你们太棒了 嗯 你们是唯一一个 一组嘉宾 来的是这么半天 猜出来密码的 你们太棒了 来 若云打开箱子看一下 是一封信啊 小贤贤亲戚 你的亲戚 你的七大姑姑八大姨 范贤的朋友们 你们好呀 没错 我就是范贤的老妈 全男性混得最成功的女人 这封信呢 就是写给你们的 范贤 我知道这些年 你从未停止过对我的寻找 我知道你想了解我的故事 你想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 现在是时候告诉你了 其实我并非来自这个时空 来到你们这个时代 只是机缘巧合 现在我已经找到方法 回到了我原来的世界 而装信的这个箱子 是我留给你最后的礼物 它可以连接现在和未来 帮你们把最珍贵的东西 和想要对未来说的话 带去未来 这就是最珍贵的礼物 就是这个箱子可以把 让我们可以和过去和未来 产生一个连结 这也是今天 就是在这期节目 开始录制之前 教给大家的一个小小的任务 就是什么样的物件 会让你希望它出现在未来 或者你身边的人们那里 坤哥 你今天带来的物件 是什么物件 家里的门钥匙 希望能够有时间多回家 都跟家人在一起 我带得快板 说一个我很遗憾的事情 因为我是毕业于装戏剧学员 那我是相声班的 但是当时 因为我们班三十六个人一起打快板 被其他那个班里举报了 说我们太吵了 后来学了一个月就没学了 今天挺遗憾的 学相声 就是打快板打得不好 有一个小小小的遗憾 这是一张毕业照 这是初三的时候 还是当时的青色模样 还是当你认得出来哪个是我吗 这是这个吧 是吧 对 这是 不是因为我认出你来了 是因为PS痕迹太明显了 对 这俩人肩膀当天 突然多一人脑袋 就是我自己PS上去的 因为这张照片里没有我 只能悄悄地飘在大家的身后 一直陪着大伙儿 因为我是初三 上了两三个月之后 我就选择了离开学校 我其实一开始 对相声是抱有很大兴趣的 因为本身天津人嘛 我们都是天津人 对 老小 打小 听相声 很小的时候 那会儿我爸呀 还没有像现在似的很成功 他也在这个行业当中挣扎 他也在不断地打拼 那个时候呢 有一次我见他 我给他说了一个小笑话 我后来听别人说的 说当时我爸跟别人提起 这个事的时候很难过 因为他觉得 他在这个行业当中吧 也没混出来 就我都没混成 儿子你就别走 爸的老路了 可是后来呢 突然有一天 这个不光是我们一家人 知道我父亲这么个人了 就变得是 越来越多的人都认识了他 都了解了他 打那儿起呢 他就开始琢磨 那既然说 我这条路走通了 于是乎呢 就开始不断地给我灌输 他开始详细给我介绍 这个行业是如何如何地 不简单 然后再夸耀一下 说相是多么多么地适合我 他经常会问我一些问题 比如说你那个打算以后 长大了干什么呀 我小时候其实挺愿意 长大有说相呢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会 那会儿就逆反心理 他越问我就 我就越不说 想干什么呀 我知道他心里想得到 我长大想说相这个答案 但我永远往外处置 上初中之后 我不知道怎么了 就开始对自己的未来 开始有一些考量了 想来想去 确实说相比较适合我 打那儿琪就没回过学校 但别学我啊 朋友们 别学我 没有什么就提倡性啊 你们也要看到 琪琳后天无数的努力 那是 也有机遇各方面 毕竟不可能每一个人 都有这样尝试的成功性 从自身出发 这点是最重要的 花花你学音乐 是爸妈建议的 还是就是自己喜好 然后他们完全 没拦着你的那种 我学音乐 一开始是我家里人 带我去琴行里面 然后就让我自己 去选一个乐器 说你喜欢什么 你就指他 我就当时选的是长笛 其实 那你小时候抓粥一样吗 对 我如果有孩子 他其实想做任何事情 我都会支持他 我也不会让他去 做跟我一样的事 只要他 除非他喜欢 那花花你觉得 你没有什么了 你会活不了 我好像没有想过 这个问题其实 现在可能 有些东西看得 没那么重要 但是可能未来 你会突然发现 这个东西好像烦我老了 我才会 年纪越大 越很在意这些 比如说小时候 我们都想离开 早点离开父母 想天天管着很烦 可是越长大会发现 其实越会很珍惜 跟父母在这些时间 其实一个道理 对 我没给自己 约束那么多 对 我也带一东西来 我每次出门工作 我闺女 她都会给我带一样 她的玩具 这是闺女做的 这是她对她自个做的 主体的动物 是一小猫 好可爱 我就把她放在 那个酒店 我每天 做功课那台灯底下 她每天都陪着我 这老离开家 所以挺不舍的孩子的 像这老大三岁左右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视频 每天拍戏 不管多晚 这她还醒着 我们就得拿那东西 聊会儿天 她习惯于 在手机里边 看到你的形象 就当我回家去看她的时候呢 我就想着 这门 啪 吁吁一打开 孩子喊着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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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我跑来 结果呢 我在门口也喊了一句 闺女 啪 出来之后 在门口矗立了一下 然后就 这个叔叔我不认识 就没说话 就转身就是那种陌生感 就她不习惯于 在这个真正的空间里 看到你 转身她就走 她害怕了 就觉得好像 应该多陪陪她们 你忙了多长时间 就身心疲惫 拖着行李回家的时候 当你闻着孩子身上那味儿 你瞬间就 没有疲惫 就没有疲惫 就绝对治愈了 我今天 大家可以看到这封信吧 这个信是 19年前的一封信 它已经泛黄了 我爸爸给我写信的时候 他在上面还画了一个小女孩 下面还写了一个 北京舞蹈学院一个校徽 在信封里 加了一百块钱给我 这个是2001年 我是98年十岁 我爸妈就把我送到了 北京舞蹈学院上学 头两年几乎是每个月 来北京看我一次 他们就会把现金 塞在一个袋子里 会绑在身上 坐着绿皮车 一坐坐18个小时 然后坐到腿都肿了 我爸有一年下岗了 他说爸爸就是现在不挣钱了 要去外地打工 所以我妈妈就会 又去看我爸爸 又去看我 他会很辛苦 他会写信告诉我说 宝贝 你不要怪妈妈 因为家里条件 经济条件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就是经常来看你了 六月儿童节 国庆节 节假日 妈妈来不了 你不要怪妈妈 但是宝贝 一定要努力学好你的专业 照顾好自己 这一封信吧 它很轻 但是承载了我父母 就是从我小时候十岁 直到现在 点点滴滴 为我付出了很多的爱 承载了很多的幸福的信 而且我觉得信呢 是一个可以把各种情感 都可以放大的一种载体 它会比现在的短信和微信里面 表达得更加充分 它更有质感 对 感觉就是见字如面 我今天戴的是一个戒着 在天津首饰场实习 就是第一天 打了这么一个银戒着 打完之后呢 我师父就问我说 说这戒指你打算送给谁呀 我就说 代表我父亲把这个戒指 送给我妈吧 我妈一直保存到现在 这个戒指可以说是 父母爱情的一个纪念吧 很遗憾的是 在去年三月份的时候 就是我父亲突然去世了 整个人都是懵的状态 收拾东西 然后赶快订机票去机场 到了家之后 已经灵堂都很多亲戚朋友 也都在了 我一点感觉没有 就是特别的麻木 直到今年春节收拾东西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件羽绒服 就是在去年 我给他买了一件新的羽绒服 也没有来得及穿 当时看到羽绒服的时候 就整个人就不行了 我一个人跑到这个阳台 就放声大哭 就是那个点 其实我特别想说 在你父母健在的时候 要多一些陪伴 多一些交流 身为母亲 身为父亲的人 也应该多抽出时间去 陪伴他们的孩子 其实就不会有遗憾 说到给未来的东西 所以我准备了一张白纸 给未来的自己 就是上面啥也没有 我为什么准备一张白纸 是我很喜欢一句话 就是在讲一张白纸 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现在面临每个新角色的时候 或者面对每一个人生的新身份 新的转折点的时候 我都尽量地希望自己 变成一张白纸 这个白纸不是说忘掉过去 给我所有的经验教训 而是说忘掉我心中 所有的固有的想法跟成见 不要被自己脑子中的思想 束缚住 我希望不管我到多少岁的时候 看到过去的自己 给他留的是一张白纸 我觉得是 我认为你永远不会老 是这样的一种想法 永远在心里 有那么一块纯净的自留地在 这是一个很幸福的愿景 接下来我们请所有人 把这个物件放到相当 就跟这儿个人 这样的就是录音和腾哥 比起和尚这个箱子 希望在心中留下的 那份美好的天空 都可以如愿地出现 我们今天整个王牌集团 从所有员工当中 选出董事长的接班人 首先东北大区销售队 欢迎华东大区销售部 有请本场的关注金牌主播魏雅 今天要推荐的是新推出的几款机器人 我们产品可以直接空运到你们家里 往里踹 我往里踹 这个粉饼很轻松的就给他的雀斑 那老年班黄鹤班都给搬住了 他这个不带颜色好看 他还会润唇 你最不想自己的三首歌是来的 中国新闻中国网加个一点资源等评论 了解更多节目资讯 感谢首席娱乐门户合作新浪娱乐 上北断海科 看苗东百科 快锁了解节目信息 评讯看点 生活处处有看点 快打开看点 快打开点 了解更多节目信息 上腾讯新闻课单 新浪新闻课单 网易新闻课单 百家号 搜索王牌对王牌 参与节目互动 小子 你在这里吗 颖子 烧尽 我们就是忘了